可不可以请部长 是请部长 委员好 部长好 首先有两个 有几件小事情啊 先澄清一下 是 我刚刚听到这个 对于原住民的这个直辖市 有一些原住民的地区乡镇啊 现在政府同意啊 用改选的方式 选举的方式来进行 五个区他们上司的自治的工法人 现在要让他恢复 我就很奇怪啊 我们的政府一直在做虚拱 亲民党团在上个会期 透过立法院做决议 就是希望做这件事情 是 我也得到了我们内政部的某种 基本上的态度 认可的态度 可是到了院区去 到议场投票的时候啊 国民党就一定要动用党计 然后否决掉 我不懂这个目的何在 是在闹脾气吗 大家是在解决问题 还是在闹脾气 我看到这个国民党啊 真的是搞不懂 同样道理12年国教 12年国教 好不容易国民党都用动用党 又是用动用党计的方式 让12年叫国国教过关 那在野党呢 抗议说你自己政府 总统承诺全面免学费 结果你自己出尔反尔 那好不容易国民党 动员党计创通过以后 又把这个政务次长 给拔除掉 我看不懂这个政府在干什么 自己 自己在 自己拔牙啊 自己在当牙医 自己拔牙这样子 我实在看不出来在干什么事情 好 这个是有关原住民的问题啊 另外一件事情啊 我刚刚也 今天很多委员质询啊 就是 或者是媒体也很有兴趣啊 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 立法委员被 被监听 啊 我相信民意代表 不应该讲立法委员 应该有很多民意代表 都被在监听的这种 这种环境之下 在过日子 或者是政府的官员 都被在监听 你作为一个内政部长 掌理国家全国内政 安定民心的这个角色 你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来看待这件事 因为我看到 我觉得你这样 今天在媒体讲的话 我我并不能够认同 我觉得你讲的太软了 呃 我觉得当然监听是一个 非不得已所必要 采取的手段嘛 就像我们的刑事警察局 我们的警政署 他是必须要执行这个任务 但是他有他的要件 他的要件 其实规定的非常清楚 他是最后最终手段吗 最后手段 最后手段是不得已的手段 不得已手段是在 可能定罪 可能有强烈的嫌疑之下 去执行的 还是说 看不到有嫌疑 但是很强烈的怀疑之下 去执行的 应该是有嫌疑 才会做这样 可是为什么定罪率这么差呢 这个细节我就 这个是逻辑上的问题嘛 这表示你根本就 站在内政部安定人民的心理的角度来看 因为你今天不只是民意代表的问题啊 这还涉及到所有人民 我们现在有三万张监听票 十万条线以上在被监 现在这个时间点被监听 这是我们自己 我们的司法单位自己自己说的 这种烂 有这个嫌疑 只是我主观认定有这个嫌疑 然后我就发 根据法律的程序去发监听票 而不是穷极所有的手段 我强烈的怀疑 然后我有穷极所有的手段 都没有之下 我迫不得已使用这个工具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图个方便性啊 钓鱼啊 我为什么这么强烈呢 清明党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愤怒 已经为坏了 整个国家民主宪政的一个 基本立国的原则 人权 这个人权不只是民意代表 是全国人民 包括在座诸位的这个长官 所以今天主席还特别打电话 刚刚还打电话给我在这里 为什么要再发表这件事情 我们强烈的抗议 台湾的民主宪政 如果不能就此扼持 这种滥用监听的话 我们民主宪政 根本没有奋斗的目标 目的 我们在创造一个新的集权 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愤怒的 所以我觉得你作为内政部长 你站在保护人民的 捍卫国家的基本的人权的立场上面 你都应该要发强烈声明 而不因为你个人 曾经受到一些迫害以后 你就软掉了 不能软掉 为人民的权益 绝对不能软 所以我这边啊 借这个机会啊 我希望这个部长以后啊 碰到了人民的权力的时候 绝对要强烈的捍卫 是 我再请问一下 大浦事件啊 大浦事件的土地的问题啊 导致了非常大的民怨 是 它是不是涉及到一个 区断征收的问题 刚刚 这个陈其迈委员也提到了 类似的概念 是 我是完全 我们完全没有参与这种 这种问题 所以我对土地的问题 并不是那么了解 特别是都市的部分 如果土地重化 你刚刚讲市地重化 跟区断征收 这两种之间 在政府的政策执行上面 到底该如何做抉择 这个我请专家回答 好 我们 萧市长就行 谢谢 我们市地重化跟区断征收 基本上它的精神 不太一样 市地重化大概是 原地分配 就是你土地在哪里 就分配在哪里 大概是减半 就是分配50% 那区断征收是 抽签分配 所以它你的位置会在哪里 不知道 政府可以拿到比较整块的区域 我的意思是 政府站在 决定这个政策的时候 到底应该用什么态度去看待 现在我们 现在的政策就是 如果是农业期变更的 只有几种条件可以用 市地重化 一个就是 上面 合法房屋很多 合法房屋建筑密集 那第二个 区断征收有困难的 才可以用市地重化 那其他的一例都是用区断征收 所以 人民本身 当地的地主 或者当地的人民 有主观上的强烈的意愿 是没有 是不受你 是不影响你的决定的 目前的这个 规定并不是以人民的意愿为主 但是人民如果是区断征收 大部分的人不同意的话 是不能够办 他是需要做 意愿调查的 如果是区断征收 也是一样做意愿调查 但是人民已经讲明白 我们看到人民的陈勤案 他讲明白他的民意调查 是他们主要的认为 都应该是市地重化 市地重化基本上 结果政府强制用人 用区断征收 这个会不会产生另外一个大谱事件呢 目前的政策是 因为区断征收 对于国家实施的政策 会拿到比较大区块的土地 所以如果是配合国家重大建设 都是要求用区块建设 重大建设 这个重大建设是配合国家 还是配合地方政府呢 国家跟地方都可以 只要是地方政府认定的重大建设 或中央政府认定的重大建设 都是用区块建设 你知道我所听到的 人民陈勤案的时候 他们都告诉我一件事情 很多民意代表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的 现在都不去包工程了 因为政府对于工程 大概是因为 部长以前 当然公共工程委员会的关系啊 他们包工程 没什么好处现在 是不是 大家都喜欢在土地上 来进行交易 操作 有没有这个问题 这个我不是 你不了解啊 不了解 那为什么我了解呢 我看过他们的陈勤文 公文上明明写的 某某某某的助理 得要求 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 那这个会不会引发 未来的民怨呢 所以啊 我这边啊 而且我们看到民怨 陈勤是什么 明明土地交易价格 跟你政府自己规定 用区段征收的价格 已经差到两倍 交易价格 他说你的成 假定你的交易成 这个平均收断价 收价不得高于某几万 结果市场的交易价格呢 是那个交易价格的 两倍到四倍 然后你说我区段征收 这个跟委员报告 因为在去年修法之后 这种情况应该可以避免 现在正在进行中 去年修法 它是规定必须用 市价去做区段征收 现在正在进行中 而且就在贵市 那表示说 它的区段征收的 这个市场 在乌日区 前竹区段 前竹跟 九德 对 你了解 我知道 这个周末还要在 人民还要举行公听会 还要抗议 所以 这个问题 是不可逆的吗 因为 我知道 乌日的这个 九成跟千德 当时是配合 大理西整治 西做区段征收 所以它是配合 国家政策 国家政策就是用 为什么这块地的价格 跟另外的价格 又不一样呢 如果它的价格 就是评定 有落差的话 应该行地方政府来 重新评定 我意思就在这里吗 它是 现在规定是市价 市价去评定 我的问题就在这里吗 第一个它不是市价吗 第二个 两边的价格 又两块区块 就在隔壁啊 价格都不一样 你让老百姓 怎么能够平服吗 表示平定有落差 对不对 对 怎么会平服呢 那不平服的时候 他就开始抗争 我很担心 又一次的大谱事件 会出现了 这个时候 对政府的威信 是有很大的伤害 我希望次长 既然你很了解 这个案例啊 你可不可以 多关切一下 是是是 好不好 好 我们真的是 是不了解这个状况 但是我只能就 我们所得到的诚勤案 来来向这个 你们反映啊 好 请问部长 今天讨论这个 内政部的相关的预算 还包含了 营建署跟建筑研究所 是 你觉得建筑研究所 跟营建署之间 他们在今年的 明年度的预算 预算里面的特色是什么 当然 实际重点 特色 就拿一个就好 营建署 明年的重点 就是 刚刚你讲的 公共设施 表力解编 这个 这个 防灾型都 跟 整个国家的国土规划 这是一直 好 那建筑研究所呢 建筑研究所 他们长期在做 这个绿建筑 智慧型建筑 我现在希望他们 再做远一点 就是说变成 好 那建筑研究所 跟营建署之间 是两个独立单位 还是有一个互动的 互动的关系 他们是一个独立单位 但是彼此有互动 有互动 是 是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呢 呃 我们希望说 譬如说 技术研发 在建研所 他们做完了以后的技术 交给营建 好 那建研所看到重点 不断的是在做 很多很多创新的 或者是符合时代进步 甚至为国家 我将来有创新产业的机会的 这样子的一个研究 而是放置了 这个建筑相关的一个领域 那他们是未来 这些东西都会提供给 那为什么 我在他看到了 他做的结果 我看不到 在营建署上 有任何的一个字眼 在那边描述他 来配合他 或者是来结合起来呢 其实两个单位 其实我们不误会 两个单位 合作的非常密集 我是说报告书里面 然后譬如说 绿建筑的要求 既然已经有技术了 为什么做不出来呢 我想 为什么不是重点呢 我们花了这么多的人力 在建筑 在建研所这边 放了那么多的人力 这么多的资源 他所创造出来 不管是规格也好 成果也好 不是建筑 我们的营建署这方面 在至少他所创造出来 应该整合在一起 不是吗 自由整合 只是文字上没呈现了 文字上没呈现 那什么时候 可以看到台湾的 我也看不到具体的目标 特别是绿建筑的这个目标 我希望 这个整合度再强调 不强化一点 为国家找出新的产业方向 谢谢 谢谢